1994年,张志玲和朱音合作《射雕英雄传》,静哥哥和黄荣的故事也传到了西外。 袁永宜得知后,召集圈内好友举办生日派对,霸气宣告主权。 我袁永宜的男朋友谁也别想夺走。 虽然现在看来,他和袁永宜两人是圈中的模范夫妻,但在当年外形俊朗的张志玲可不是个没有故事的小白羊,招惹了不少桃花。 一次圈内聚会上,大家都玩得比较尽兴。 张志玲得意忘形,直接大爆自己的第一次,是女生主动的,一帮随有几哄问起了细节,张志玲坏坏地笑着说,当时好紧张好平淡了,其实本身就是朋友们之间打打嘴炮,结果第二天不知道是谁传了出来。 有人掐指一算,按他叙述的时间来算,恰好是和女星许秋仪的热恋期间。 此时,许秋仪已经和现任男友谈婚论嫁,自然是又尴尬又难堪,女生气地忍不住大骂张志玲,乱放厥词,胡说八道。 面对大把的绯闻和情史,袁永宜不止一次挺身而出,但要浪子收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的甜蜜,是袁永宜替张志玲开拓了23年才换来的。 如今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又差点被儿子坑了一把。 12月14号凌晨时候,袁永宜突然发表长文,不少网友感到诧异,一向只在微博秀恩爱的他,突然文风如此严肃,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原来在几天前,有网友在他儿子魔童的社交平台,问其是否在中国,没想到魔童想都没想,直接发表了一张以香港爱北京的照片,并且用英文写着不在,身在香港却一阵言辞地说着不在中国。 一时间,魔童的立场问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袁永宜和张志玲眼看事态的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在深夜紧急表态称,全家爱国爱港,无庸置疑。 不过网友却不买账,认为亮亮一直强调儿子的语言不当,这就是不承认观念有问题。 而且,魔童无意之间脱口而出,一定是因为两人在家一直灌输不当观念,才会造成现在的后果。 看着大家的质疑,相信很多人已经替袁永宜感到心累,但其实为了家庭,她还真的是没怎么省心。 1991年时,20岁的张志玲签约唱片公司并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在公司的安排下,她和许秋一搭档,凭借歌曲《现代爱情故事》,夺得了当年的香港时大景歌金曲奖。 再加上逆天的容颜,可以说一出道就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而此时的袁永宜已经拿到了香港小姐冠军的头衔,并成功签约无限,是娱乐圈里最抢手的新人。 1993年时,两人有了合作的机会,在编程浪子拍摄间隙。 原永宜对帅气幽默的张志玲颇有好感,所以根本不管是否明草有主,直接大方邀请亮仔一起去吃火锅。 但其实,许秋一和张志玲合作成名后,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们还一起在王晶的电影《笑侠楚流香》里客串情侣。 因为太登队,粉丝们纷纷喊话让他们缔结良缘,使圈子里人尽皆知的模范情侣。 只可惜,男友远赴编程浪子剧组几个月后,两个人就不再较心。 张志玲狠心斩断情思,之后,许秋一伤心欲绝远赴台湾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从被插足的情绪中走出来,于是便创作了一首《第三者》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我感觉已经被另一个人代替,这感情输得好彻底,只能无声看你离去。 可袁永宜的性格一向火爆,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她从来不会逆来顺手。 她开始向媒体透露,有人天天打电话骚扰自己,话里话外,矛头都直指许秋一。 面对如此强势的对手,许秋一只好作罢,踏上了寻找下一位有情郎的道路。 多年后,许秋一即将结婚之际,又被张志玲的无心之师狠狠刺痛。 再加上媒体添忧加醋,全香港都将此事当作笑谈,惹得她和未婚夫尴尬不已。 最后和张志玲绝交,绝不原谅张志玲,有没有愧疚不知道,但相信袁永宜一定躲在暗处偷笑。 也许是因为爱情来得并不光彩,所以袁永宜很没安全感,经常对张志玲各种不放心。 随着恋情的公开,她也开启了自己的爱情保卫战。 1994年,张志玲与朱音摇摆不定,意外发生车祸后,果断选择了袁永宜。 1994年,《武侠剧社雕英雄传》播出,在剧中朱音饰演聪明伶俐的黄荣, 张志玲饰演武功盖世的静哥哥,郎才女貌。 两个人的搭档堪称完美,因戏生情也并不例外。 况且,朱音当时参加采访,经常一脸崇拜地表示,第一次看到张志玲就觉得好帅, 他是一个好美好美的男生。 面对两个大美女的暗送秋波,张志玲难免会有些动摇, 但就在她摇摆不定之时,一场意外让她做出了决定。 一丝意外,张志玲发生了车祸,袁永宜第一时间赶来,看到她后, 直接趴在病床前哭得梨花带雨。一通真情告白后,张志玲便死心塌地认定了她。 没过几天,袁永宜便顺势在自己的生日会上,高调公开两人的关系。 朱音也是个聪明人,看着对手宣誓主权,她也赶紧和张志玲划清界限。 曾经有采访问袁永宜,大家都说,你能降服大帅哥张志玲,一定是玉父有数。 她笑笑回答说,我长得漂亮而已。 这话不假,她19岁摘得港姐冠军,20岁拿到华裔小姐亚军,21岁又摘得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别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高光,她一出道就拿到了。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美丽就是她的杀手锏,但她只说自己是一位漂亮, 就将张志玲收入囊中实在有些谦虚,为了将幸福牢牢抓住,袁永宜还曾不惜和两位朋友绝交。 1995年时,张志玲和萱萱一起合作电视剧《天地男儿》,袁永宜去探班的时候,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那段时间,港媒常常将两人以闺蜜相称,并形容两人的感情就像亲姐妹一般。 但袁永宜并没想到,好闺蜜居然也会有一天触及自己的逆临。 据说是有人向她告密,称萱萱曾在剧组主动勾引张志玲经常对她大些殷勤并且旁若无人的放电。 这话让袁永宜瞬间暴怒,还来不及确认事情真假,便单方面宣布和萱萱绝交。 而萱萱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扣上了第三者的帽子。 曾经最好的朋友,如今却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她。 一直到十多年后,事情真相才水落石出。 原来是因为当时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名叫刘晓彤, 几个人无话不谈,但三个人的感情总是很拥挤。 刘晓彤看着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于是出于嫉妒,便故意编造了这个谎言。 虽然已经真相大白,但友情早已回不到当初。 不过由此可见,在捍卫爱情上,袁永宜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可谓是杀法果断。 然而在面对蛇诗曼的时候,她是真的慌了。 虽然蛇诗曼和袁永宜一样都是港姐出身,但蛇诗曼却远不如她幸运。 身为继军的她能受到力捧,是TVB的无奈之举。 因为当时的冠军和亚军负面缠身,TVB不得不起帅宝车。 她饰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金庸武侠剧《雪山飞狐》。 但没想到,电视剧播出后,没有表演经验的新人, 蛇诗曼收到的全身谩骂和嘲讽。 没有演技,声音也像小鸡仔一样。 甚至因为演技太惨,曾被副导演指着鼻子痛骂,剧本直接砸到脸上。 自那之后,她就开始拼命琢磨演技和台词。 终于在两千年时,凭借《十月初五》的月光里证明了自己, 不仅台词功力渐长,演技也在无人敢诟病。 当时这部剧创下了TVB多项收视记录, 火爆程度也不亚于内地的环珠格格。 可以说,蛇诗曼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但是她也因为这部剧惹下了一个大麻烦。 因为蛇诗曼和张志玲在戏中配合默契, 被观众票选为最佳荧幕情侣, 一时间因戏生情的飞闻甚嚣沉上。 按理说,电视剧播完后,两人应该结绑各自营业, 但飞闻并未停止。 为了重现收视神话,两人再度合作。 据说,在剧组时他们关系相当亲密, 张志玲被闻字咬了包, 蛇诗曼就当众把口水涂在张志玲手上。 那段时间,媒体纷纷捕风捉影, 大肆宣扬两人的飞闻, 脾气火爆的亮亮直接回队, 就算张志玲不要我,也绝对轮不到你。 所有人自然以为这话是对蛇诗曼说的。 这之后,袁勇怡便把老公看得更严, 不仅亲自到片场盯着, 还要求他不管多晚都必须要回家。 按照以前的发展来看, 一般到这里情敌便会至拿而退, 但蛇诗曼却并未收敛, 没过多久就传出了, 蛇诗曼在剧组直接坐在张志玲大腿上的传闻。 袁勇怡听后,直接在节目中怒斥, 我真的想捅死他,最后还是张志玲下场熄火。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终于画上句号。 撕开爱的遮羞布, 袁勇怡,张志玲的爱情故事远没有那么简单。 2001年, 她在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 对台下的袁勇怡深情告白。 最近,我身边发生了很多事, 有些事不用解释,可以用唱的。 同年2月两个人在美国秘密结婚, 没有婚纱照,没有酒席, 只邀请了几位好友共同庆祝。 虽然终于修成正果, 但围绕在张志玲身边的粉色泡泡还是没完。 2005年时, 张志玲被人爆料和曾志伟一起在泰国拍戏时, 深夜收工后, 撇下大队人马, 偷偷打车去了曼谷最大的色情场所, 凯撒大浴室洗澡冲凉。 爆料者还特别指出, 当时张志玲精心挑选了一位貌似袁勇仪, 却身材劲爆的小姐姐为自己搓澡。 当天, 两人一共逗留的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消费在6000元港币。 根据知情者透露, 曾志伟是那里的常客, 只要去了泰国就会经常光顾, 消费也给得非常大。 当时新闻一爆出, 就引起了外界的一片哗然。 曾志伟等人极力否认, 并替张志玲解释道, 张志玲好乖, 足不出户, 最多玩玩扑克, 但如此劲爆的大瓜, 对于八卦记者们的诱惑实在太大, 有人假扮成客人, 特别点了那位平价版袁永怡, 在重金的诱惑下, 这位27岁的泰国女郎口吴遮兰, 把曾志伟一行人冲凉的全过程, 说得有鼻子有眼, 并暗示了帅气的张志玲表现很坏, 眼看事情就瞒不住。 张志玲方又对外放出风声, 说这是两人为水浒无间道, 做宣传的自我炒作。 然而此时, 某位女星却跑来凑热闹, 说相信张志玲应该很强, 将这场风波推向了更加劲爆, 和刺激的失控场面当中, 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之下, 张志玲一直坚守亲者自情, 我不敢去做那种事, 因为一直觉得这样的场所, 很容易感染疾病, 躲都来不及, 怎么会自己搞事。 但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人听张志玲的辩论, 她说的话都显得无力又苍白。 最后还是袁咏一站了出来, 说自己跟着一起去了泰国, 表示两人一直形影不离, 七天有五天都在SPA, 张志玲根本没有机会去外面, 人家正牌女友都出来表态, 情人在追究下去, 难免有些无趣。 最终, 这场足以让张志玲声名狼藉的危机, 依旧在袁咏一的守护下风平浪静。 不过, 张志玲对于妻子的守护, 一直都看在眼里, 既在心里, 也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2000年时, 香港名造一时的地产神通, 罗兆辉因为投资失误导致全面崩盘, 宣布破产, 在强大的刺激下, 他那段时间精神恍惚, 经常在媒体面前大肆爆料, 和众多女明星之间都有过荒诞的事情, 并且,还高调地宣称, 50万港币包养过某Y姓港姐一个月, 虽然以字母代替名字, 可无奈, 他描述得太过具体, 大家纷纷猜到他所说的就是袁咏一。 事情曝光后, 袁咏一几乎名誉扫地, 当然受到千年的, 还有张志玲, 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难以接受现任女友有过这样的经历, 更让人大吃一惊的是, 罗兆辉还曾亲自致点张志玲, 电话里充满着挑衅和讽刺, 你是有多想不开, 娶个我睡过的女人。 张志玲冷笑道, 你除了钱还能给他什么, 每个人都有过去, 我根本不在意。 放下电话, 张志玲才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袁咏一从后面抱住他, 哽咽着说,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虽然他嘴上说着不在意, 但留言却没有放过他。 从此以后, 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 两人感情的质疑, 所有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张志玲可以接受不完美的袁咏一。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张志玲的曾经并不比袁咏一简单。 如果没有袁咏一数次大放户爱, 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张志玲, 在两个人的感情当中, 或许亮亮才是付出比较多的那种。 2006年, 两人的儿子张木桐出生, 此时, 他们已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三口之家。 自年也许是不想老公再受舆论的牵连。 袁咏一第一次在节目中承认包养传闻, 并弹露心扉。 我真的觉得是男女拍拖的, 你想想, 我不知道人家的包是怎样的, 我只知道我生日他会送很多花给我, 我不知道包是否可以送花, 我又没有, 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个字, 他会设计送花, 多少岁就送多少种花, 这是很浪漫的东西, 你明白吗? 所以我没有想过这个字, 我只是觉得我都是白鸡。 那个时候的他还很年轻, 以为拥有了玫瑰就是爱情, 可是遇见张智玲以后, 在捍卫爱情的路上, 还深刻地体会到感情的不义, 也更加懂得如何去珍惜, 自此双方的桃色新闻全都成为往事, 成了圈内最恩爱的模范夫妻之一, 可省心的日子还没过多久, 亮亮又要为儿子收拾烂摊子, 只希望真的如他所说, 儿子的不当言论是因为语言不通, 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